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昨天发生这个雪山隧道的火烧车事件 很多从里面逃出来的人 后来告诉大家这样说 在事故发生的当时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四不灵 哪四个不灵 第一个排烟不灵 说隧道像倒下来的烟囱 一整排 那个排烟的设计也不对了 自动门也失效了 倒坑的浓烟密布 叫你要怎么呼吸 还有管控不灵 怎么到了五分钟之后才广播 甚至今天也有报道说七分钟以后才广播的 行控中心是不是慢了半拍 另外呢救难不灵 打电话打个五六通没有人来救了 所以大家讲说那怎么办 在那边等死吗 只好自力救济啊 救难队是外包而且设备不足 还有制度不灵 是不是为了车流量牺牲安全 现在呢这个之前 这已经有立委提出说呢 在民国104年的时候 雪山隧道的这个容量 就会达到了顶峰 那要让大家开快一点 所以牺牲安全吗 速限提高 但是大家的车距不见得有拉长 大家都知道你车的开得越快 你的车距要越 一定要一定要越长嘛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遵守 你那个刹车刹下去来不来即 方向房跟这个轮胎会不会乱打转 我们先来看 一个一个看排烟不灵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雪山隧道 逃生岛坑事意图 刚会问先生讲说 他知道有岛坑啦 我们女生啊 龙中咋样 刚咋样咋样说 还有横坑之外还有岛坑啊 岛坑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个南下 这个北上两个隧道 中间不是有这个横行坑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经过旁边就会看到 有那个横行坑 大家用响的大概也知道 那个大概是逃命啊 或是什么紧急用的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你从隧道 如果你车停好 你从这个门进去以后 再进去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门 这个门里面有玄机的哦 你可以把这个门推开以后 你就下楼梯 一下下到地下两层 倒坑在地下两层的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 要是空气好也就算了 空气要是不好 不是大家死路一条 这怎么办啊 张忠博先生 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个牌宴 借琳 你刚刚自己都讲了 沉沉的门啊 对 你敢不敢进去 这是要有一个勇气哦 因为一般人在逃难的时候 本能这一定是什么 我往出口跑就对了啦 往出口跑就对了 结果你要往一个地下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所以你敢不敢进去是个问题 对 那到底进去才是对 还是错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现场 大家来讨论 但我要讲的是 既然我们连对跟错的勇气 都说不出来的话 代表宣导不足嘛 奉不奉赐倩琳 一个多月前 我们知道雪碎才刚演习过 对对对 你去看那画面 你会觉得很好笑哦 演习啊 哇车子烧起来有浓烟 对不对 前面就一个小小的东西在那里烧 中秋围炉也不够这样吧 我奉赐着讲 你有本事演习 你就去演习说 像这一次这么大量的浓烟 然后你的涡轮排烟 跟你的树井排烟 能不能有效地在三十分钟之内 把烟给排出去 并且你真的就安排一些训练有数 就像我们王先生这样的人 在里头当树人 然后呢 逼烧排烟 计算一分两分三分三分 这个是计算排烟的速度 其他人就开始引导疏散 开第一个门 第二个门 是不是灯堂可以开 然后门上面是不是都有用白话文写着 记得一定要关 然后呢 进入倒坑之后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都按照前面的步骤 放心 进来这是安全的 才不会造成素人的民众的恐慌 这才叫演习嘛 我们当兵 虽然已经 国军已经有点混了 演习都还比这个逼真 那 现在有个问题来解释 就是我刚刚也跟王先生 私底下的讨论过 我们晓得一般的隧道 观众朋友你去回忆一下 你在走那个 尤其是二高最多了 二高你往上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 好像一个巨炮 横的圆圆的这样 然后那个东西又这样 那个就是涡轮排烟 那一般的隧道比较没有宿井排烟 要像雪水这么长的宿井排烟 但问题来了 宿井排烟这次有没有发挥作用 没有 是怎么没有呢 因为 这个事故地点 距离隧道出口已经快到了 剩两公里 但最近的宿井排烟是四点多公里 如果它发动功能的话 会造成逆向抽烟 他们说这样是不对的 逆向 因为烟就往回嘛 后面不是一堆人嘛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们就来讲涡轮排烟好了 这个等一下一定要 请王先生好好说明一下 涡轮排烟是不是应该 一发现就立刻启动 是个学问 你立刻启动 有好有坏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现在这台也拿出这个来质疑 那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东西 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你排烟是晚一分两分还是怎么样 讨论这干嘛 会不会跟他讲啊 检察官要去厘清每个责任了 这里面有没有过失致死 过失伤害 毒质等等的 你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这边讨论完毕 都是检察官 他要去侦办的方向 好那么讲到排烟 讲到灭火 那么这个王先生 有的人讲说什么 还没有灭火的时候 不能够先排烟 不然什么火苗根的浓烟 这样子乱窜 但是那个浓烟不是也是会呛死人 不是也很危险吗 话是这样讲吗 对 那个所以昨天在这个啊 这个有两种说法啦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啊 火灾的行程啊 它一定有大量的氧气 跟燃烧物质 那昨天讲的 它有两个管道是一个 用红的标示是代表排烟 蓝的是禁烟 所以昨天他们就有人讲说 这个火灾灭火以后才能排 那我个人以我的经验 我是觉得这是有中共中心 假如说他有一个灭火指挥官 曾经有实务的 他会看监控中心的那个烟流向 他知道什么地方是启动排烟 什么地方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他在离两岁到两公里 那边已经完全都没有人的时候 他可以启动窝流往头层啊 顺着平临就排掉啊 那个也不是要等到灭火丸啊 对不对 因为你就烧在那边 局限在那边 这就没有逆向是顺向 就顺向的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要有在现场的人 每天在那边的人 他才知道这个东西的操作是怎样 而不是发生了以后 才来告诉说 这个排烟 所以我昨天 我现在我们发觉 我们政府官员 有一个发言人 你只要发觉 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很唏嘘的时候 记者会开得很早 我举个东科大火 一杀完的时候 马上就排出来讲 是因为县政府 把那个还我奖拆了 忘记了 他消防队每天要去检查 一个月要定期检查还我们 才挖一挖 靠要是 我们消防队员 去拿了人家红包 没有去疏忽了 现在这个问题又来了 现在就想讲这个 我现在讲一个很好玩的 就是说 今天你雪山知道 你所有的设备都跟消防的 这个积电设备都相扯的 我今天才知道 他拒绝你消防人员去检查 他说法令规范 这个是属于他们高空局自己的 因为这个是 今天有内部的人告诉我这样 所以我就要问了 消防署的成体就是 所有跟火源相关的积电 都有消防来检查 那怎么说高空局 你今天一个雪山隧道 你这个排烟啊 这个消防设备 你怎么可以不透过消防来检查 所以这个没关系 事情发生了 这样子就要改进了 再来一个 中共市的指挥主任 我告诉你 我很同情他 因为他都是在高速认管车辆的 当他看着监视机知道发生车祸 没有人告诉他 他有演习的时候告诉他 有一个SFO 你从哪边进哪边出哪边管制 我现在问出来了 当车祸发生 你要管制流量的时候 第一个是谁 国道交通局 国道交通队 做什么 做港态疏散管制 把他进空 然后让救灾车辆进来 他怎么管得动交通队啊 警察系统跟他不一样 再来一个 消防队 平常去跟他们做这个 任务偏组训练的时候 他们都不太甩 消防队的主管 所以说我们消防队也只能 那个主管在那边雪山 就是说你来支援我就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了解你隧道里面的 你的那个消防设备 我举个例子 它那个消防里面配的那个水袋 30公尺的 只有一条 可是我告诉你 真正我们消防员在做 隧道在做这种火警的时候 一条是灭火 一条是做 烟雾 做做那个排烟的 还有做那个降温 保护的 所以一条根本不够嘛 结果一条就不够 那这个问题是 假如说早期你让我们消防 介入这个不对就赶快去改 然后再来一个 你那个树井排烟的积电 其实大家去上网看 在验收的时候 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 只不过为什么拖到今天 然后排烟 其实昨天我一直在讲 昨天我们真的很亲近的是 平林的那一口风往头层 因为它是在两个月 所以解决了 假如说这个头层灌进来 剩下10公里的那个 逃生的那个空间都没有了 所以昨天你的意思是 不是什么救难逃生厉害 是昨天是有力气好 是这个意思吗 他后面讲的那个排烟是因为 火灭掉以后要清理现场 怕里面那个燃烧的那个 二氧化弹存在的 赶快排掉让人员进去做清理现场 跟整个救灾过程是完全没有 没有关系的 而且灰伦兄昨天到购局 他说确实是有浓烟 是有进入了这个横坑跟倒坑 但是竟然讲说是因为进去的人最后忘记把门关起来 我最好都知道我进去也会要干什么 我看到门我大概都傻了 惠伦兄你觉得这样算不算推卸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讲这个横坑跟倒坑 其他隧道有没有 没有 只有我们台湾的隧道就是雪隧油 谁跟你横坑倒坑 我跟大家讲 当然这个是很多专家都告诉大家说 你在雪隧如果遇到这个状况 一定是下车 那我把车开倒车开出去 先逃命比较重要 然后车钥匙不能拔 你车上如果有矿泉水或是那种饮料 什么茶啦那种什么什么果汁什么的 要把要把它拿出来 用你的这个手帕啦或是卫生纸啊 把它弄湿 用低放低姿势用爬的都好 不要用站的用走的 好那因为因为这个 刚刚这个两位前辈 TW比较这个浓烟的部分 你很快就会被呛昏了 一两分钟就哇就休克然后就再见了 所以就放低姿势爬出来 那刚刚也提到说 每350公尺就有一个这个 横行的这个人行的这个横坑 所以即便你运气很不好 你最多跑350公尺吧 假设待在前面跟你走错了 你走到后面去 他距离就是350 你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走得到的 那刚刚这王先生提到很多这个 隧道救灾我都想问说 我们的这个台北县的新北市的消防局 跟宜蘭县消防局 讲全国消防局好了 因为以前我很像有跑过消防署 谁去隧道救灾过 谁去过 没有人去过 刚刚主持人你讲说那火烧车 什么都两三架就解决了 这种这种大的这种 隧道谁会救 没经验嘛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彻底检讨 我不是说要去泼冷水 我是要告诉他说 没有那么简单啊 好那这么简单 那些排烟的那些动作都得查 刚刚王先生讲的很好说 这样排对不对 什么时间排 那到底是这些东西 因为高工局我刚刚讲 高工局他们讲的都是 他们昨天处理的状况 那因为伤亡的人数少 大家想说完了就是这样处理 所以我相信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就说这样处理对吗 那昨天真的是晕下来一百多个人 假设啦 假设多个零或什么的话 我想今天大家讨论的气氛 就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真的是运气好 还是说我们的救灾真的有落实 我基本上 这个问号从昨天到现在 我还是没有消除 好我们走 我们刚刚看到排烟不灵 第二个不灵 管控不灵 求救 划救命啊 结果呢没有人来救命 这怎么得了 我们先来看 我们有吃起来吗 我们有吃起来吗 对对对对 一脸惊恐全身被农烟熏黑一片 当他儿肯定的流星袭 当时就被困在血碎里 好不容易带着客人逃出了隧道 直说见毁一命 你车站的客人都已经给你们送过来 没有啦 我不要走 我叫他先走啊 幸好流星驾驶只有些微呛伤 但他忍不住抱怨 第一时间打雪山隧道的紧急电话 却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离 意外发生当时 他先打了一通电话 对方说等我两分钟 车马上到 但却不见人来 后来又打了五通 行动中心却怎么打 就是没人接 紧急救援系统难道出现了严重失误 因为还有逃生民众抱怨 现场广播也太慢了 租租隔了五分钟才听到广播响 雪山隧道广播 在南下的26公里 外侧有火烧车 请各位用户人先将车辆往两侧停靠熄火 车钥匙留在车内 由逆行车方向往最近的横坑逃生 高工局解释 当时是在下午1点27分接获了用路人的通报 在1点28分就紧急广播 他在第一分钟就开始广播 就接到通报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状况 第一分钟就开始广播 高工局长说 大家可能一时之间太过紧张 因此觉得救援速度很慢 其实就已经尽快在救援 还有雪碎的客运里面都有防烟氧气口 面罩 瓶光 电视等等 但也是因为太紧急乘客都没有用到 但大家光看到这么大的浓烟 逃生都来不及 哪还顾得了这么多 高工局的应变速度 还是的确有改进空间 绝一新闻 中西山台北太棒了 好 到底是不是五分钟才广播 还是雪碎呢 像他们刚刚所公布的记录说 其实在事发当时一分钟就广播了 现在是不是各说各话 不然怎么会有人说 打电话卡整路通 没人要来 没人换救命 没有人来救命 只好自立救济啊 到底雪碎的人员 是不是有能力应变不足的问题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